QB早班车迎接新一天 各位QB用户大家早上好 我是主播萧云 本周的早班车将重磅推出 2022年市场预测的专题 一周五天呢 我们会分别就宏观 股票 债券 大宗商品和外汇 邀请一位业内知名的专家 为我们带来2022年的市场的预测 敬请期待 接下来是市场具体的行情 昨日户指售报3673.04点 涨幅0.98% 深层指售报15147.87点 涨幅1.23% 创业版指售报3459.32点 涨幅1.01% 互生两市成交额较上一个交易日 明显放量 北向资金大幅净买入 昨日央行开展了1000亿元 逆回购的操作 因当日有5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实现净投放500亿元 同时央行开展了50亿元的票据互换 并有2000亿元的MLF到期 央行此前已等量对冲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是 开源证券雇收首席陈希 请问陈总 这是央行今年第二次上调 外汇存款准备金 第一次是在5月份 您如何看待本次上调的目的及原因呢 两次上调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遏制人民币的升值趋势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内容 央行就恒大问题表示 恒大集团出现风险 主要源于自身经营不善 盲目扩张 证监会表示 恒大集团风险事件 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外溢影响可控 请问谭总啊 恒大在周五晚发出了 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 一行两会就分别发出了声明响应 您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影响 以及后续的发展态势呢 第一个是恒大的不产重整的模式 可能会跟海航比较类似 十年国债210009 售盘2.8785 交前一个交易日上行1.65个BP 成交508笔 今天的嘉宾是中金公司研究部 固定收益研究负责人陈建恒 我们观测到2021年地产行业 对于经济的拖累是比较大的 但是整体呢 还是比较轻松地完成了GDP增长的目标 请问陈总啊 您认为明年是否会放松地产的政策 那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在明年来看呢 因为今年上半年地产的各种数据啊 其实是非常高的 今天的嘉宾是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联席副总裁屈庆 我们观测到在Omicron变异毒株被发现之前呢 市场就在交易未来降息降准的预期了 导致利率出现了一波下行 请问金公司总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还是大家对宏观经济先生都比较悲观 利率债方面 昨日市场情绪高涨 收益率全限下行 十年国开债210-215收盘3.0825 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行1.5个BP 成交1856笔 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823笔 十年国债210-009收盘2.862 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行3.55个BP 成交643笔 根据国际货币的利率债分歧指数 昨日午后证券和基金类机构主力买入 银行保险和其他类机构主力卖出 信用债方面 昨日信用债总体交投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上升 收益率以低于估值成交为主 其中低估值成交313值 高估值成交76值 昨日成交偏离较大的有 剩余期限2.40年AA的流洋制造产业箭头 偏离63个BP 剩余期限347天的AA南通气运实业集团 偏离53个BP 剩余期限1.09年的AA加陈发投资集团 偏离38个BP 昨日信用债一共发行了55支新券 发行总量为740亿元 其中身外红源发行了160亿元的金融债 今日信用债市场预计发行32支新券 再发行总量为308亿元 资金市场方面 昨日市场流动性早盘平稳 午盘偏紧张 午后费营类机构隔夜资金压利率加权融入 压国股加10BP融入 NCD方面 一个月期限国股成交在1.90 一级方面 一年期限国股发行在2.62 今天的QB观察员是森浦债券专家团队的彭一辉 请问彭老师 今天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昨天下午5点 央行宣布决定于2021年12月15日 下调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准利0.5个百分点 以上就是本期QB早盘车内容了 感谢各位同意收看 祝大家缝买臂涨交易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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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